其实吃亏比较多 经常在关键时刻 被我们的北方邻居 从背后捅刀子 然后但是呢 中国在和美国交往的过程中 事实上是获利更多的 真正吃的亏比较少 然后所以说 中国和俄罗斯交往 现在要小心 有这样一种论调 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看 好 洛军刚才说的这个迷思 网上有一个更加通俗的版本 他说俄国不管怎么样 他拿走过我们的很多领土 现在都说美国不好 但美国从来没有占过中国的领土 对 所以对于这样的这种观点 两位怎么来解读 网上流传的对美国和俄国的看法 是没有世界大历史的视角的 你要知道资本主义的扩张 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是海权国家战胜了陆权国家 全世界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海权国家 所以看把中国打得那么惨的 就是英国和法国舰队 而且美国是跟在英国后面 要求门户开放 美国实际上因为它晚了一步 所以你就明白从这个 亚片战争以来到现在 对中国的主要威胁 是海上的强权 然后美国继承了英国的海上强权 所以今天如果 还有一个国家要阻止中国统一台湾 统一这个要想分裂新疆和西藏 要想搞港独的已经不是俄国 就只有美国这点非常清楚 你看那个邓小平跟戈尔巴乔夫的那个谈话 在他第三卷 邓选第三卷里有 他是非常明确的 就历史上 俄罗斯是做了很多对中国不好的事情 但他这个事情我是要把它说清楚 但是呢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面向未来 开展全新的关系 就人不能老是纠缠于历史的旧章 因为这个历史上恩恩怨怨 各民族都很多 那么自从中俄就是解决了这个边界 正式签订了边界协议之后 所以